镜头中是一百多年前清朝时期云南昆明的两个副驾公子 他们正躺在床榻上手里拿着水烟枪吞云土雾的吸食鸦片 画面中二人精神违靡看起来有些消瘦 眼神虽然显得迷离但吸食鸦片的动作却非常的流畅娴熟 显然已经深陷于鸦片之中无法自拔 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一百余年 自十九世纪初开始随着西方商人主导的鸦片贸易的兴起 大量的鸦片输入到中国广州 而后蔓延至全国各地毒害中国 鸦片流毒中国不仅使无数人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而且其价格非常昂贵 吸食者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去购买 这也使人们的生活日益贫困 社会的购买力出现了萎缩 大量的白银流入了外国人的口袋 现在的画面是在一个富裕家庭的庭院里 几个人正在进行一场戏剧表演 他们所表演的戏剧是云南流传的一种传统的地方剧种 癫剧 癫剧形成于清代道光年间 吸纳了琴枪灰调汗调等多个古老的声枪特点 其曲调自然流畅丰富多变 能够表演各种题材样式的剧目 在云南地区很受欢迎 画面中表演者身穿华丽的戏服 在镜头面前做出了各种造型动作 整个场面看起来非常的热闹欢快 拍摄者法国驻云南总领事方苏亚 用最原始的相机记录下了许多当时云南昆明的人文生态环境景观 和民风民情 展现出了清朝时期云南地区各个阶层人们的生活状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